你与本案无关,你应该配合我们法院履行后续的这个执行内容 那么自己提这个要求呢,我会跟去的领导和相关的部门去沟通协调 包括里边这个养护人员,我们会给他找一个更好的这个养护中心 然后这个价格不会比你们这个价格现在高 不是,他不光是这样的,他是要人不安 他今天晚上一两点睡觉,你出外进去,你不吃额头 那个没事,我们会跟他们家族联系这个事儿 然后就说大姨主要是你这个事儿,那么我们也给你找个地方给你安置一下 你给我安排什么呀,安排我上去 你不过没地方住吗,还有各种物品吗,不这两个要求吗 对呀,然后我们跟区理领导协调一下,给你找个地方给你安置一下就完了呗 你先把这房子给我腾出来,行不过这样 但是这些事,他就跟陈律府就跟我说 赵姨呀,你不能说拿别人欠你家钱来作为一个对抗这个,咱不腾房那个 那个理由啊,赵姨,你不是权利义务人,你没有义务和责任来照看这个房子 而且你也无权占用这个房子啊,我不是在占用,我不是在占用 我是在等着车上去啊,但是我这已经说到 这是两个法律官,你这赵姨 两个法律官,几个法律官,但我现在被比到这个份儿了呢 你说我咋办呢 比到哪个份儿了赵姨 8月14日上午,执行法官一行人来到涉案护养中心 据了解,该护养中心现如今只剩下一名失能老人和一名工作人员 执行法官口中的赵姨,就是护养中心的工作人员 怎么控制行局,前段时间我们见过,跟你说过这个事儿 把门打开一下呗 不,这个都记得了 不,这个都记得了,不,这个都记得了 今天那个领导来了 领导来了,区里边的,还有民政局的 还有咱们那个市区的,都来了 这是解决,咱们跟咱们说里边的困难 让区里边领导给你说一下,然后这一咋解决 你有啥要求 据执行法官介绍 案件在进入执行阶段后 他们首先来到护养中心实地了解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接触到了眼前的这位赵仪 咱先解决里边那个 不还有一个那个养护人员吗 咱把他这个后续这个怎么解决 我们给他提供几个地方 让他联系他家里边人 然后让他家里边 我们给他提供几个让他自己挑 身体不得劲了 来 我们拿灯子坐着坐 拿灯子坐着坐 在和赵仪接触的过程中 执行法官也了解到护养中心的实际情况 年过半百心脏不好的赵仪 还得照顾着院内唯一一位失能老人 所以本着人性化执行的态度 在房子必须腾退的前提下 执行法官也优先考虑到了 两位老人的诉求 以及不愿搬走的原因 这欠我六十多万五年的工资 我就在这给他提 他就说他能在那边 谁欠你钱 这个这个老板 那个法人陈中博 他说他那边这个官司赢了钱 他就给我 那个还我买 但现在他那边辞职的 今天脱迷了人后来 反正你们这边的资金就找我 找我 你就在欠我 赵仪口中的欠他钱的人 就是护养中心的院长陈松普 那时候我们不光包括员工那样的 大家都借 他这个养老院他没有自己的产业 所以他就是用这种周转的方式 那您刚才说欠您60万 是您的工资加欠您的钱 还是光欠您的钱 工资都没算 工资还没算里边 工资是白脸的第一物 从疫情以后 我再给他支撑 赵仪说陈松普几年前就走了 说是去打官司要债 等有钱了就还他 赵仪也一直帮他维持着护养中心 等待陈松普回来 赵仪你在这里边你是工资人员还是 来自工资人员现在当老妈 现在啥子办 你是股东吗 你是这个养护主 不是股东 不是股东 他是没有股东 没有股东 你当时你是一个工资人员 然后现在陈松普这个法人欠你个人钱 对 而且都是支持他这个养老接续工作 欠这个钱 你有这个借条啊 只能记录的有吗 有 有 有 就是说 然后这就是持着今天这种原因 就说从去年 好几年的就说快了快了 然后这钱都到不了位 他是怎么回事 他把他的那个 他原来干的挺好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 就是 杨文省 小平静老 静老那个 什么静老院 那个两个 静老院那个号 就有咱们俩一个 那一支大姐妹 干的确实特别好 所以我们也是看他干的好 才支持他工作 有另外一九个 他怕他在想的 这么我们就给他 我们就借给他了 一点啥想把 我们也没有这个 一分纳的 什么利息 就不应该 就是谁知道 过度以前 还有我们的 我带过一些 带过孩子结婚的 一千二十九万 上午说 下午有人打到账户 神祖府这个人 现在你还能找到过 我找不到 他在北京 你最后一次联系 他什么时候 才能联系 五月份 你最后联系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那个 要想解决吧 你别跟我说 我也是受害者 而且我不是说投资 或者是为了那个 给利益 我来做这个事 我是在帮他 解危机的时候 我把我的所有的 经常上查的东西 都支援他 是吗 然后这个时候 他现在落纳了 他在那边解决不了 我再给他干了 你们不能 不能再 不能让我再 在这儿继续受害 四面八方 全挤给我一个 那我就只有 死路一枪 活不起了 虽然赵仪 一直诉说着 他和陈松浦之间的债务 可这房子 毕竟不是陈松浦的 法官只是要将房子 进行腾退 交还给原房主 这事听起来 和赵仪的债务 似乎没什么关系 这个养老院 不是说这一种方式 解决的 有很多方式 现在欠陈松浦在里 也有很多 他外国的欠他 就我所知道的 就是这些养员 你看他落难了 都逃逸了 或者这样 这样也有 能有一百来万 如果这些钱要过来了 还你的房款 还我的钱都够了 所以说 我是说咱们 从领导角 不能有一个出面的 帮他一把 甚至受人语 不受人语 不能说非这些 用文字表面的那些东西 就是说咱们就有执法 你就是欠我钱了 这些民间 现在对他应该 这种方法是不太不人性 房子被占用多年 对于这事 申请执行方也很苦恼 原来这个房子 是沈阳新村物业 管理公司的 管理这个房产 在18年的时候 他和这个 松浦博爱 养护中心 签了一个房屋株令合同 株令期限是18年 5月1号 到19年4月30号 19年4月30号到期之后 一直也没有腾退 也没有支付这个租金 所以说 新村公司就起诉到了 房屋法院 房屋法院也做出判决 判决主要是两项 一个是支付 19年5月1号 到现在的这个租金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腾房 但是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腾房 我们一直在找 但是这个 秦宋普现在找不着 现在主要是 这个赵坤老人在这 我们也多次沟通 但是一直也没有腾退 我们也考虑到 他这个老人的 这个年龄比较大 但是现在 因为一直在占领 这个房产 也是确实侵害了 我们这边的合法权力 与护养中心协商无果后 申请执行方 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进入执行程序之后 法院多次和被执行人联系 均未与其负责人取得联系 后续我们到现场 进行实际调查 发现被执行人养护中心中 有一名失能老人 和一名照顾他的养护人员 后续我们跟区政府 多个部门进行协调 对于这个养护人员 和失能老人 进行安置的问题 进行沟通解决 于今年的8月9号 到现场张贴通方公告 并且对于老人的安置问题 进行了第一次的告知 经过我们的沟通 决定于今天再一次到现场 和该名失能老人 和养护人员进行沟通 对于他们的安置问题 和相关情况 进一步的沟通解决 是这样赵姨 我现在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们今天是法院 现在这个法院 判决里边两项 第一个给付租金 第二个把这个房子 腾出来 这是两项 这两项内容 如果你的提这个要求 我们跟区里边 也汇报过了 这里包括民政部门 还有咱社区 现在这两个要求呢 是第一个 赵姨 你与本案无关 但我是受害 我受害太远了 你受害了 你可以到法院 拿着定线上次跟你说 你拿着一个欠条 和转身记录 或许在赵姨看来 陈松浦只是拖欠房租 才面临被腾房 只要陈松浦能追回外债 事情就能迎刃而解 可事实是 房屋早就租赁期满 房子却一直被占着 没能被收回 才有了如今的局面 现在咱这个房子是 新顺物业 我知道 当时判决的时候 当时判决的时候 对 这个判决 判决了 这个松浦不爱 护养中心 需要在判决生效30日内 配合他 把这个房产腾退出来 对啊 这个必须要吃 这东西 让我放哪儿 我在这儿干了14年 我的东西 也大多小 把我都给你们放 赵姨表示 他这么多年 吃住都在护养中心 如果房子被腾退 他也无处可去 区里会给 找地方放这些东西 区里就能解决 解决这些 表面的东西 再说你这个事 我是在这儿干啥呢 我是在这儿给他那个 就是他是在疫情期间 把我派过来 可是给他挺着 完了之后就出现这些事了 我是在这儿给他工作的 他的财产 然后怎么办呢 你搬走啊 你必须都会人 你们都是 你们员可以去派一个上帝兵 跟他联系 这篇你放过旁边 微信上跟他说一声 咱们是 跟他说了 没对啊 我跟他说 但是有时候 咱们不去理 那个腾放公告 有给他拍一下吗 就是19号贴的那个 每个都给他拍 这边也值得 对于寻找陈松浦这件事 从案件开始执行之后 执行法官就尝试联系对方 但一直没能联系到 陈松浦本人 在现场 养护人员多次提到 需要陈松浦在场的情况下 才能对该房产进行腾退 经过法院的实地调查 陈松浦现在人不在沈阳 同时 法院多次想要和他取得联系 均未能成功 根据法律的规定 在结合陈松浦现在具体的情况 在他不到现场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对该房产 进行强制腾退 赵怡一直试图用债务的问题说事 并且表示自己这么多年 吃住都在护养中心 身边也没有其他的亲人 如果房子被腾退 他也无处可去 你与本案无关 你应该配合我们法院 履行后续的执行内容 那么自己提这个要求 我会跟去的领导 和相关的部门去沟通协调 包括里边养护人员 我们会给他找一个更好的 这个 窑户中心 然后这个价格 不会比你们这个价格 现在高 他不光是这样的 他是 他是要 找人不安 他今天晚上 一两点睡觉 你出外进去 那个没事 我们会跟他们家族联系这个事 然后就说大姨 主要是你这个事 那么我们也给你 找个地方给你安置一下 你给我安排什么呢 你不过没地方入 还有各种物品吗 不这两个要求吗 对呀 然后我们跟区理领导协调一下 给你找个地方给你安置一下 就完了呗 你先把这房子给我腾出来 行不过这样 但是这些事 他就跟陈总部 就跟我说 赵姨呀 你不能说拿那个别欠你家钱 来 来作为一个对抗 这个咱不腾房的一个理由啊 赵姨 你不是全力义务人 你没有义务和责任 来照看这个房子 而且你也无权占用这个房子 这不是比你 我不是在占用 我是等着车单去 但是我都已经说到 这是两个法律官 你这赵姨 两个法律官 几个法律官 但我现在被 被比到这个份上 那你说我咋办呢 比到哪个份上了赵姨 我现在就是说 嗯 无处可处 这个区里边会想办法 给你安置 包括你那个个人物品 啊 这个事 解决了 你说没地方去 区里边会给你安置这个地方 执行法官向赵姨 释法明理 对于赵姨的要求 执行法官也尽量满足 可赵姨仍旧表示 就算腾房 也得等陈松浦回来才行 那赵姨呢 就是说 那意思是 陈松浦 不出面 不让你走 你这事你指定不能走呗 现在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包括我们去里边 给你安置了 包括给你安置了 或者你个人目的 你给你找个地方 统善保管 也不行呗 执行法官与赵姨再三沟通 可赵姨总是能找出各种 不能腾房的理由 现在第一个 这个安置问题给您解决了 就是您还是不能办是吗 就是您还是要以解决债务 就是我要是安置我了 我有地方租了 但是我这个钱就死了 而且这个外部的钱 欠这么多钱 把他们的钱要回来 就可以解决这些事了 所以说您现在是两个诉求 一是安置 二就是债务 就这两个都解决了 您才能办 那也得陈松浦 来回来处理这些 不约我就这么走了 他将来就提出我 他说针对我来 来来来 他跟政府打不了关系 他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呢 那还是一来一来的 您为什么觉得他会来凶饮 那他现在啥都没有了 就正在资产的 我外边不经过的允许 我就给那个 给那个叫整霉了 或者说呢 他不会让我赔偿 面对记者 赵姨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在与赵姨沟通的过程中 另一组执行法官也带着 皇宫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向屋内的失能老人说明了 要搬离房屋的情况 因为现在咱们 这区民政部门 给咱们也提了一个意见 就是说可以给这个养员 提供几处 这个养员已经 就连租房子中门租给他了 就是他可以提供几处养老院 也是同样的 他是啥情况 他是 应该是他有时候 医疗养的 他是住人 他就是在医院住院 那屋里人都让他 主动全高给他 不能做手术了 他就很住人 而且他现在 因为他离骨了 他在家里 离骨了 他老爸现在是得五线癌了 子女 是不是有子女 有个子女 不太跟他来往 他因为在家 照顾的也太厉害了 了解了失能老人的情况后 执行法官首先给失能老人 观看了民政部门 提供的新养老院的照片 老人也表示 愿意搬到新养老院 除了老人本人同意外 执行法官还需要和老人的家属进行沟通 取得同意 才能将老人接到新的养老院 于是执行法官现场拨打了老人女儿的电话 我这边是黄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 我姓张 张俊博 咱这边呢 是现在到了这个养老院这儿 见到了您父亲 李铁俊 这民政的同事也在这儿沟通了一旁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因为换一个养老院呢 到那边那个条件好一些 所以帮他那个民政的同事也把那个那边的图片呢 给您父亲看了 您父亲也同意 我才拨的这个电话 上哪个民政局啊 上哪个养老院呢 那个养老院 金金花养老院 在哪个养老院 在哪儿啊 在 文那个什么 关心村 现在咱就在这个养老院 您方便过来吗 见面说吧 都在这 不方便 我去不了 我现在头疼的厉害 我现在正在我家躺着 动在不了 哦 那你这块把刚才这个 客长您再说一下情况 现在能 现在没听见不 能听见 现在这样啊 现在人们法院那块 因为他的房产不是到 咱们那个房产离的吗 法院那块要 对这房产禁止承执行 然后刚才跟你父亲也说了 你父亲现在是同意到这家养老院去 但是呢 还得跟你女儿 你说他女儿要跟你联一下 然后如果你方便的可以 提前带你到养老院去看一下 咱这块就是啥呢 咱们不说成果 就是能够能够做到的啥呢 就是第一个 你父亲到的养老院 肯定要把 比这个养老院的条件要强 要十倍以上 第二个啥就是价钱 肯定是不高于他在这里 这个收费的标准 这你能听清楚吗 哪听见 然后我也了解 就是他现在在那块 就是每月不交是两千八 是吧 那一块的话 到时咱们做工作 肯定不能高一两千八 这你放心 然后到时候 如果你要满意的话 现场就签合同 合同定了之后 价格就定了 肯定不会高一两千八 这个我出去这个 他这是生活疾问 你了解吗 了解 他首先第一个 他比正三一条 他不能和别人住几个五 可以 再一个 他大小的也会 就在他裤子里面 那个护理员 经常是 他十二点钟 两点钟才睡 他发来过去 他闹着 他不睡 没什么 我知道 如果养老机构 他同一阶 这些问题 这些类的人员 养老院里都有 个人各样的人 对老人的 这种状态都有 不是说你父亲 这个特殊 他可走好几个养老院了 他可走好几个养老院 多少家人 你也拈出来了就好 对你放心 这个咱们跟养老院 已经说完了 杨大远说 除非老人自愿里愿 不会存在养老院年的 就是至少在合同期内 还有五个问题 他现在好像已经 交完钱了 这个月的钱 那你就直接跟什么说 我这话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就是啥呢 那不能到 不能到我出为现在 你现在就啥问题呢 咱是走一步 先说一步 第一步 因为 因为你交钱是 我不能走一步 说一步 我跟你说明白 他到了去两家 他不带人 他把他处了 我怎么怎么 没扣他呀 他不带人 我不说了吗 绝对不会出现 杨老院的脸 那你说他不带 那你作业的女儿 你不作业的脸吗 杨老院的手印象 说不让他同事 他就得够 把他给我打电话 大姨三四点 不让我去 说我 我做不了了 那你再考虑 对于父亲 如果搬到新环境后 会出现的后果 老人的女儿 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对于这些担忧 执行法官也都现场 和政府相关部门 进行了反应 看能否找到 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于今天 养护人员提出的 两点要求 第一点 他没有安置的地方 我们也与民政部门 进行沟通 民政部门说 可以为他提供 一处安置的地点 他第二点 要求被执行人 负责人陈从府 偿还他欠款的问题 我们也建议 他通过诉讼程序 维护自己的权利 一味地强占这个房产 对他的这个债权取得 没有帮助 其次对于养护人员说 陈从府在外 有其他债权的情况 如果说陈从府 向法院申请执行 法院可以在被执行人 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下 为其执行 在现场我们也 与失能老人进行了沟通 老人是愿意配合法院 去其他养老机构的 同时我们和这个老人的子女 进行了联系 他的女儿表示 如果老人去了其他机构 可能会存在一些 不适应的情况 后续我们也会 针对这些情况 和他的监护人员 进行再次的沟通